战争不决定谁对了,只决定谁留下了。 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 你能在浪费时间中获得乐趣,就不是浪费时间。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 人的一生就应该像一条河开始是涓涓细流,被狭窄的河岸所舒服。 然后,他激烈地奔过巨石,冲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宽了,两边的低岸也远去,河水流动得更加平静。 最后,他自然地融入了大海,并毫无痛苦地消失了自我。 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才会夜貌花繁。 认为,爱情是某种义务的思想,只能置爱情于死地。 直消一句话,你应当爱某个人,就足以使你对这个人恨之入骨。 如果一听到一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你那种看法没有充分理由。 如果某个人硬要说二加二等于五,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我绝不会为我的信仰而现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 太强的自我是一座牢狱,躺你想完满地享受人生,就得从这牢狱中逃出来。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 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言论自由只有在政府认为它自身安全的时候才存在。 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 恐惧是迷信的根源,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智慧始于征服恐惧。 幸福的秘诀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人的情趣起落是与他对事实的感知成反比的,你对事实了解的越少,就越容易动感情。 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 参词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 只凭阅读本身,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 如果一生中能读到一本好书,在阅读中又感到乐趣, 这种乐趣又把我们引申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 这才是一本好书应有的价值,也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 眼光长远是理性的,但也是苦闷的,因为美好永远在将来,当下永远有苦难。 不要为自己吃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尝试都曾是独特看法。 放弃自己想要的某些东西,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忆和正眼对科学至关重要。 使我们无法自由和高尚地活着的,最主要原因是对财富的迷恋。 欲望使人即使到了天堂也会坐立不安。 希望使坚韧的拐杖,忍耐使旅行带,携带他们,人可以登上永恒之旅。 父亲们最根本的缺点,在于想要自己的孩子为自己争光。 你的每一项专长都能为幸福铺路。 人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大。 过分的自信很容易使人产生毁灭性的傲慢。 一个有勃勃生机与广泛兴趣的人,可以战胜一切不幸。 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培养生活赖以支撑的主要兴趣之外,总得设法培养其他许多闲情意志。 精神崩溃的一个最初征兆,就是坚信自己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有三种缺陷,自以为是含混和自相矛盾。 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是只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 意识到时间并不重要,乃是智慧之门。 传统的人看到背离传统的行为,就大发雷霆,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这种背离当作对他们的批评。 康德说过,他不担心被证明有错误,却担心被误解。 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 人的真实生活不在于穿衣吃饭,而在艺术、思想和爱,在于美的创造和冥想,以及对于世界的合乎科学的了解。 当心灵回到起点时,他已经在过程中有了新的觉悟。 世界充满了神奇的东西,他们在耐心地等待我们,变得更有智慧。 青年时期是豁达的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养成自己豁达的性格。 世上的麻烦是这样的,语者过于自信,而知者满腹怀疑。 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 这个世界最大的麻烦,就在傻瓜与狂热分子对自我总是如此确定,而智者的内心却总充满疑惑。 数学,正确地看,不仅拥有真,也拥有至高的美。 一种冷而严峻的美,一种屹立不遥的美。 如雕塑一般,一种不为我们软弱天性所动摇的美。 不像绘画或音乐那般,有着负礼堂皇的修饰。 然而,这是极其纯净的美。 只有这个最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出最严格的完美。 须知人生的参差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读一部书,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你喜爱它,另一个是你可以夸耀它。 广义地说,最渴望权力之人,就是最可能获得权力之人。 幻觉不是你的错,在幻觉中做决定,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来,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 对付贫穷要有勇气,忍受嘲笑要有勇气,正是自己赢为里的敌对者也要有勇气。 通过认识到哪些引起焦虑的事物,并不重要可以缓解大部分忧虑。 我们常问是否知道这个或知道那个,但我们没有问过知道本身是什么。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教育已经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唯有对外界事物抱有兴趣,才能保持人们精神上的健康。 一个明智的人,绝不会因别人有别的东西,就对自己的东西不感兴趣。 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 征服恐惧就是智慧的开始。 喝醉是暂时性的自杀。 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来,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 无聊,对于道德家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罪过半数以上都是源于对他的恐惧。 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 第一条是,记住你的动机并不总像你想象的那么有益于他人。 第二条是,不要过高估计你自己的价值。 第三条是,不要期望他人能像你那样注意你。 第四条是,不要以为多数人都在设法迫害你。 我们两次出生于这个世界,第一次是为了存在,第二次是为了生存。 个人的自我并不是整个世界的最大的一部分。 一个能够自我超越于自己的思想和希望的人, 也能够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中为自己找到安静闲适之地。 而这对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 奇妙的学习,不但能使不愉快的事变得较少不愉快, 而且也能使愉快的事变得更愉快。 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应当从小培养。 现代父母在这方面真该大受谴责。 他们公寄子女的消极娱乐实在太多, 如电影、美食之类,他们不懂得平淡的生活对于儿童的重要性。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 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 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 渐渐地河岛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平稳了。 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 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 世界上真的存在智慧这种东西吗? 还是看起来只是极其精炼的愚蠢? 一个奴隶命中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以及死亡, 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任何更强大的东西, 而他所能想象的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这三件东西所吞噬。 科学是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哲学是那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 哲学是我们可以胡说八道的一种特殊权利, 哲学是有道理的猜想。 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挥荡, 孩子们受饥荒煎熬, 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 孤若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 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 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 我渴望能减少罪恶, 可我做不到, 于是我感到痛苦。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 冲动与愿望。 需求对象的残缺不全, 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从每天上学的时间看, 中国儿童最有思想。 只有同这个世界结合起来, 我们的理想才能结出果实, 脱离这个世界, 理想就不结果实。 嗜好和意识的爱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 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 是把不堪正视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 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 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 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 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的人生正是, 使事业成为喜悦, 使喜悦成为事业。 一个有勃勃生机与广泛兴趣的人, 可以战胜一切不幸。 人活在世上, 主要是在做两件事, 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 二,知识别人这样干。 伟大的事业, 是根源于坚韧不断的工作, 以全富精神去从事, 不必艰苦。 为什么用谎言煽动仇恨, 比煽动有爱要有效得多呢? 若过着一种心烦意乱放, 当不济的生活, 那么青年人的头脑中就难以形成 富有建设性的目标,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思想上所注重的是眼前的娱乐, 而不是未来的成就。 你被人谈到的机会越多, 你就越希望被人谈到。 如果你渴望荣誉, 你也许会嫉妒拿破仑, 但拿破仑曾嫉妒凯撒, 凯撒曾嫉妒亚历山大, 而亚历山大, 我敢说, 也曾嫉妒那从未存在过的赫拉克里斯。 文理学起源于劝说他人 为了与自己合作而做出牺牲的艺术。 美国的民主没有生命也无意义, 因为人民无法撤换那些 真正统治他们的人。 那些忘记善恶, 只顾追求事实的人, 与那些因欲望扭曲事实, 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的人相比, 更容易达成善举。 一个能把自己的思想与希望 集中在超越自我的事情上的人, 必能在日常生活的烦恼中 获得某种安宁, 而这是纯粹的自我主义者所办不到的。 能聪明地充实闲暇事件 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 哲学乃是某种 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 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 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 都属于神学, 但是介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 还有一篇受到双方攻击的 无人之语, 这篇无人之语就是哲学。 爱情只有当它是自由自在时, 才会夜貌花烦, 认为爱情是某种义物的思想, 只能置爱情于死地。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 只要是它能够自圆其说, 它就具有某种真正的知识。 一种与谋生密切相关的疲劳, 这类情形中的疲劳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烦恼所致, 而烦恼则可通过较为高明的人生哲学 和较多的治理训练加以避免。 大多数男女都非常缺少控制自己思维的能力, 我指的是, 他们不能在对烦恼之事无计可施的时候, 不再想它。 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 更使人劳心费神, 更无成效了。 科学时我们为善或为恶的力量都有所提升。 对于那些阴觉的世界上无事可做而彷徨地杰出青年, 我要说, 放弃写作, 尽量不要动笔, 走向社会, 去做海盗, 去做婆罗洲的国王, 去做苏俄的劳动者, 去过一种生活, 让你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 当情绪化的狂热平静下来, 拥有推理习惯的人, 就会去为他自己的信仰寻找逻辑支持。 人们进行这种斗争时, 所害怕的并非第二天没有早饭吃, 而是不能胜过邻人。 但是, 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的程度上, 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 从无用的知识之中, 可以得到那么多乐趣。 他不在自己的所有中寻求快乐, 却在别人的所有中寻求痛苦。 作为一个人, 对父母要尊敬, 对子女要慈爱, 对穷亲戚要慷慨, 对一切人要有礼貌。 从伟大的认知能力和无私的心情结合之中, 最易于产生出思想智慧来。 人生中最难学的便是过那座桥, 烧那座桥。 要理解一个名词, 就必须熟悉那个名词指代的东西。 爱情能使我们的整个生命焕然一新, 就像九旱之后的雨水对于植物那样。 没有爱情的性行为, 全无这种作用。 短暂的欢愉一旦结束, 剩下的只是疲倦, 厌恶和生活空虚之感。 爱情是大地生活的一部分媒, 有爱情的性行为则不然。 需求对象的残缺补权, 正是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人生就是搏斗, 就是竞争, 而尊敬只能属于胜利者。 这种观念使得人们不惜牺牲理性和才智, 而去过分培养意志。 有那么两种类型的工作, 一种是改变地球表面上和表面附近物体 与其他物体的相对位置, 另外一种是指挥别人从事第一项工作。 害怕爱情就是害怕生活, 而害怕生活的人已经被黄土埋了半截了。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那就是教育已经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倘若一个人不依靠温暖的神话, 就无法面对生活中的不幸, 那么他可就有点软弱和可比了。 我们有力的道德就是通过奋斗取得物质上的成功, 这种道德既适用于国家, 也适用于个人。 哲学的目的在于以理论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 这件事对动物, 对野人, 甚至对绝大多数文明人来说, 都没有什么实际的重大意义。 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必将是无所作为的一代, 他们过分脱离缓慢的自然过程, 各种有生机的冲动就像瓶中的插花那样逐渐枯萎。 了解怎样和不确定性一起生活, 而不会迟疑不知所措,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能教你的最主要的东西。 在需要应付的时间以外, 将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烦恼置之脑后, 则是完全可能的, 培养一个有条理的头脑, 以便在适当的时间稳妥地思考问题, 而不是在所有时间里都胡思乱想, 这对于增加快乐和提高效率均具有惊人的作用。 当需要做出困难的或令人忧虑的决断时, 一旦获得全部的材料, 就应运用你最好的思想当机立断, 决定之后, 除非再有新的事实, 切勿修正, 优柔寡断, 罪折磨人, 也罪于事无补。 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共同目的。 一个人的兴趣越广泛, 他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 而受命运拨弄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因为即使失去了某一种兴趣, 他仍然可以转向另一种。 宁静的生活是伟大的特征, 而他们的快乐也绝不是外人以为刺激的那种。 一切伟大的成就, 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劳动, 其专注与艰苦的程度, 使人没有余力去从事疯狂的娱乐。 对幸福的轻蔑通常是对其他人幸福的轻蔑, 在精巧的伪装之下是对人类的仇恨。 缺乏是幸福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 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 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年轻时失去某种正常满足的人, 他把这种满足看得比任何其他满足都重要, 从而使他的一生只朝一个方向发展。 同时,他还过分强调这种满足的实现 恰同那些与之相关的活动相反。 然而,这种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在今日以极为普遍, 一个人所受的打击可能沉重之极, 以致他不再寻求满足而只图消遣和遗忘。 对哲学而言, 重要的不是给出的答案, 而是提出的问题。 在数学中, 最令我欣喜的, 是那些能够被证明的东西。 人既要有肉体, 又要有思想, 两者都必须受到训练。 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 蠢人和狂徒自名不凡, 而智者却满腹疑虑。 参赐多态乃幸福之本源。 婚姻就像金色的鸟笼, 在外面的想进去, 在里面的却想出来。 须知参赐多态, 乃是幸福本源。 不管你是在研究什么事物, 还是在思考任何观点, 请只问你自己事实是什么, 以及这些事实所证实的真理是什么。 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自己所更愿意相信的, 或者你认为, 人们相信了之后, 会对社会更加有益的东西所影响, 只是单单地去审视什么才是实施。 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奉献, 所有的灵感, 所有如日中天的人类天才, 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乌鸦死亡中灭绝, 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 必然无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的宇宙碎尘下。 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伪力的记号和标志, 但人仍然是自由的。 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 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 当一切似乎平民灭亡之际, 总会有一些具有远见与魅力的人站出来正本清源。 这世界充满了神奇的事物, 耐心等待着我们便聪明好来发现。 我们的举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们的成功与失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即使是令人长断的悲伤也毁灭不了我们, 那类似乎定要结束人生快乐的不幸, 终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 到后来几乎连他们的痕迹也将从记忆中荡去。 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 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 若理性不存在,则善良无意义。 这就是我的一生, 我发现人是值得活着的, 如果有谁再给我一次生活的机会, 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语。 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相信某种说法或信仰的意愿, 而是探究的意愿, 这两者截然相反。 一个人出生时是无知的, 但并不愚蠢, 他是受了教育后变得愚蠢的。 除了担心, 极度也许是不幸福的最大原因之一。 与所爱者相处靠本能, 与所恨者相处靠理智。 他发现对别人羡慕是困难的, 而忌妒却是容易的。 正因为不幸福, 他便可以向别人提出过分的要求。 饥饿是能够使所有食物都变得美味的万能调味品。 美丽的容貌就像一张打开的推荐信, 它能在第一时间帮助我们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对于幸福来说, 只有愉悦的心情是现金, 其他的东西都只是需要兑换的支票。 人类全部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 不准确的和片面的。 平庸之人只考虑如何打发时间, 而稍有天赋的人则在计划如何利用时间。